炎炎夏日当然少不了避暑武器冷气 不过回为四年没涨价的电费 七月可能就要涨价了 经济部在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召开店家审议委员会 根据了解店家涨幅有三个版本 台电提出平均涨幅5% 8%以及8%以上三种方案 初步了解为了稳定物价 对抗通膨住宅用电拟定一千度以下动涨 预计约97%住宅用户不受影响 另外也有消息指出 府院不希望店家涨幅高于前超 在马政府任内店家涨幅最低一次为8.49% 这次就算涨价也有天花瓣 传出住宅每月七百度以下 小商家一千五百度以下不调整 但明年很可能再度调涨店价 至于商业用电很有可能分为两个方案 包括一千五百度以下动涨或全面动涨 两种组合 工业则是有涨幅百分之八 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十以上三种复案 但现在看起来电费网上调整已经势不可挡 但高压用户中将剔除百货商场以及电影院 等内需型用户 而面对电费调涨的议题 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苗峰强也表示 如果只针对用电大户涨电价 对传统传业来说恐怕雪上加霜 有失公平 加上恐怕也会跟政府鼓励台商回流政策矛盾 更呼吁电价应该分阶段调涨 主张先维持调幅百分之三为上限原则 另外经济部也回应调涨幅度太低 也就是能回收营收太低 面对今年台电必须调高气垫共生采购上限 除了燃料成本 还有收购民间电力成本 必须要有一定合理幅度反应 才能疏解庞大的财务压力 对此行政院长苏贞昌拿出国外数据 各国电价上涨百分之十三到百分之四十不等 同一适度反应成本 欢迎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